台队发展模式是符合澳门 你睡我睡大家一起睡 两个小时的正改公众咨询会 想要发言的人嫌太短 但不少在座的公公婆婆早就已经昏昏欲睡 有的更把握时间打起毛衣来 有谁帮你报名的? 我们的团台 谁的团台? 你生的那里 我不懂指的 我不懂过 你怎么来的? 坐车来的 他找车你过来的? 嗯 一会儿回来就坐这边 也有年轻人来旁听关心欧盟未来的发展 但他们也直言对这次正改咨询的讨论气氛有点失望 就是都是一样的 要加仪加仪 什么均衡参与 什么又说 不够 真的不够 至少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第八场 你突然之间到九点钟宣布交时半个钟 我觉得这种宣布不是一种民主的体验 而是一种体率 我们不要体率 民主不是施舍 在公众咨询场开始之前 场外发声了一段小插曲 有派发传单的新澳门学舍成员被警方指阻碍行人道 要求他们退到文化中心对面 学舍表示当时被最多十名警员包围 经过协商之后 警方最后才同意 学舍在文化中心另一旁的行人道上 继续派宣传单张 二二卫视彭爱慈 沈方敏 王万中 澳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